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在炒青菜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教你一个炒青菜的小技巧 炒出来的青菜脆嫩,好吃,不出水 颜色碧绿,不发黄 做法还简单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青菜 用刀把根部切掉不要 接着再把青菜叶一片片的掰下来 这样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把青菜放入大盆中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用清水把青菜洗一遍 特别是青菜根部的地方 容易隐藏泥土 像这样,先把青菜上面的泥土和灰尘洗掉 洗干净之后,先控水了出 现在另外准备盆清水 往里边加入小苏打 然后用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 接着再把青菜放进去浸泡几分钟 水一定要摸过青菜 小苏打可以消毒,杀菌 还能使炒出来的青菜,颜色比率不发黄 接着准备几分钟 接着准备两把大蒜 先用刀把大蒜拍一下 把大蒜拍扁 然后再切成蒜末 这样酸香味会更加浓郁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放几个 切好放入盘中 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盘中 这个时候青菜泡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简单的 把青菜清洗一下 然后再换清水清洗一下 把上面残留的小苏打清洗干净 洗干净控水捞出 放入漏缆中 先把水分离干一些 接着往锅中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先润一下锅 然后再加入一勺猪油 在炒青菜的时候 可以放一点猪油 这样炒出来的青菜 吃起来会更香 猪油化开之后 放入蒜末小米椒 炒蒜末的时候 要开中小火来炒 这样能够激发出蒜的香味 而且炒出来的蒜末 也不会炒糊 炒香之后 再把沥干水分的青菜放进去 这时候转为大火 快速地翻炒 把青菜炒软 这也是炒青菜 不出水的关键之一 在翻炒的过程中 可以用铲子拍打几下 这样能够缩短炒制青菜的时间 朋友们 家人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like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美食多来说 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现在这个视频 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像这样开大火把青菜炒软 这样炒出来的青菜一点都不出水 青菜炒至断生之后 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开到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化开 然后再倒入一点水淀粉 够一个薄薄的芡汁 这样能够让调味料都吸附在青菜上面 将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按照这个方法炒出来的青菜 颜色非常的碧绿 一点都不出水 这样的做法简单 加长 好吃又下饭的青菜就做好了 脆嫩好吃还不出水 喜欢吃青菜的朋友快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个视频